另外 盛盖博士议员的选举也是格外的激烈 在第六投票所传出了投票纠纷 不过晚上的开票过程在华人权力监督下顺利的完成了 选举的结果 普军亦以第二高票当选 而廖清禾则是再度的落选 可惜没有办法挥出双响炮 看华人选民齐聚盛盖博士开票处仔细监督开票作业 就是生怕选票没算清楚 而随着各地选票陆续开出 华裔候选人普军亦最后以1458票胜出 不过廖清禾则高票落选 尽管失败了 他仍以平常心面对 感谢所有选务人员和1300多位的选民支持 胜败就是看这次的选举 那如果是他们是公正的来算这个选票的话 那我们也就是说也承认这个选举的结果这样子 看民众紧经的开票结果 好不容易判到能有一位华人普军亦成功上类 可以为选民发声 不少华人都感到很高兴 他表示 因为过去施政上的种种缺失 不只让他们的生活很不方便 对施政的满意度更是灰心 我们的路 这个permitting 你要找势力的服务 都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 很多华人都觉得我们是second class citizens 虽然廖清禾输了森盖博士市议员的选举 不过他表示非常尊重选民的决定 也希望未来还有机会能够继续为选民服务 以上是东西新闻 永永之彭第一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